大盘果然反彈 完全預告完全印證 這禮拜呢 賺賺賺 新興 藍地 陽明 賺賺賺 那下個禮拜 行情將如何規劃 如何持續獲利呢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黃瑞瑋 今天是5月14號禮拜五 歡迎收看德盛兵法 哇大盤 如我所預告的 做反彈 今天是快樂的週末 但是呢 今天大盤大漲的同時 我仍然聽到很多呼救的聲音 因為呢 很多的投資朋友 你手中的股票開高走低 那怎麼辦呢 來 來這邊 昨天原本說最後一天了 那今天有好多人打電話來 詢問老師說 老師 手中的持股 將如何處理 很簡單 請你等一下我們節目前方 直接掃描QR Code 加入我們LINE 把你手中的持股 每個人兩檔 請你把他的一個持股的代號寫下來 那另外呢 你的持股成本 持股張數 還有整體的操作資金 還有聯絡電話 都把它寫清楚 老師 執意幫助大家 免費來做持股議診 我來拚命 給你好好命 這兩個交易日 這兩個 這個週末時間 我來好好幫大家 審視你手中的持股 因為呢 下個禮拜 又一番的考驗 什麼考驗呢 我們等一下跟大家做報告 來 那這禮拜呢 我們的操作 你看囉 先看代表部分 上個禮拜跟你預告什麼呢 這裡走ABC模式 反彈 ABC反彈 希波還要下殺 好 禮拜四 上禮拜四漲150點 再來母親節 大漲290點 談到最高的時候 我跟大家說什麼 我說這個地方 還有西波喔 對不對 反彈不過壓 還有西波 請注意 請小心 苟不起眼 這禮拜開始殺 對不對 禮拜二殺了652點 再來 禮拜三 哇 狂殺了1400多點 盤中的時候 收盤的大跌 680點 那昨天呢 盤又跌了232點 我昨天跟你說什麼 我說啊 利空不再破低 短線先談再說 這昨天的事件預告喔 那今天有沒有印證啊 來看一下 今天大盤沒什麼低點啊 對不對 開高震盪走高 那收盤的時間呢 漲了156點 看到了沒有 完全視線預告 事後讓大家來做印證喔 對不對 有沒有寫得很清楚 昨天大跌 這裡跟你講 利空 不再破低 短線先談再說 那今天就談給你看喔 漲了156點 那彈上來之後呢 你要怎麼做 我們今天 帶貨人朋友 獲利做減碼 大盤大長喔 獲利減碼喔 為什麼呢 因為我說 轉線上喔 這個地方就怎樣 跳著買 然後低進 高出 持續獲利買 因為目前為止 盤勢不穩 那為了不穩 消息面阻擋喔 來看一下 今天又傳出喔 這個本土喔 有29例 新增的武漢肺炎的這個案例喔 那29例 是又創了新高啊 所以基本上 這個消息 還會打擊到這個盤勢喔 所以下個禮拜 大盤還要再往下測低點喔 15165 我之前講過 這個低點會不會破 取決於什麼呢 這個武漢肺炎疫情的發展 那 今天的新增案例 又創新高啦 所以整體而言 真的是會帶給盤勢 相當的壓力喔 所以 今天早上大盤大長的時候 我們一大早 就請 會不會怎樣 做獲利做減碼喔 等一下給大家看喔 好 看一下 整個架構上 今天誰在反彈 電子為主嘛 今天電子類股漲幅1.47%喔 那像傳統股 傳產業裡面 玻璃造紙喔 鋼鐵航運喔 都比較弱勢 那這個還在補跌啦 還在補跌喔 好 我們先看電子股 台積電嘛 台積電今天漲10塊錢喔 大概反彈1.8%喔 來看台積電 他漲10塊錢 大概貢獻大盤指數 大概將近90點 將近90點喔 所以 今天台積電 漲1.8% 漲1.8% 是比大盤還要多喔 那我們之前講過喔 台積電 是這個盤勢架構之下 未來喔如果說 疫情變得更嚴重的話 那造成盤勢的恐慌 他是 政策 互盤的非常重要 一檔標的喔 那我之前講過 台積電 他500塊 就關係到什麼呢 大盤 15,000點 15,000點 幾乎那個位置啊 幾乎那個位置喔 那當然 今天 台積電漲10塊錢嘛 就能夠帶動這個大盤 往上 彈升150幾點喔 但整理而言目前為止喔 台積電 他是跌升反彈喔 整個架構上有沒有 他這裡整個月均線 季線還是下彎的喔 所以短線而言喔 他將是未來我們 政策戶盤的標的 這一檔 另外呢 康納鄉 今天幹嘛 哇 逃命反彈啊 雖然說啊 這個陸續傳出這個本土疫情喔 但是呢 基本上 以他而言 目前口罩不缺啦 啊 所以 談了三更之後有沒有 今天就開高走低了喔 來看一下 康納鄉 所以 雖然啊 今天下午2點鐘 這個我們 陳部長喔 的這個記者會 這裡 所以 雖然本土疫情在升溫 但是呢 就他而言 我認為啊 過這個高不容易 過這個高不容易 為什麼呢 因為真的口罩不缺啦 那 從量價關係來看有沒有 今天算是爆量 收黑 所以基本上 再過這個 46.2的壓力 我那不容易啊 短線還會談一下 因為 畢竟目前為止喔 疫情 有點延燒嘛 好 所以康納鄉部分 那另外呢 揚民 我們之前四月份喔 跟他講什麼 他是 是 航運股的最強指標喔 當時七一幾塊 一路漲一路漲 漲到這裡 100.5元 好像已經過了100塊對不對 可是當時我跟你說什麼 百元整肅關卡 一定要給他尊重一下 整肅關卡 不會那麼容易過 第一次的時候 所以我說 你不要追在100塊之上 很容易套牢 所以 這一天看起來好像站穩的 對不對 收盤的時候呢 漲停盤的時候 一兩萬張 但我一樣喔 用藍色的字 幫大家標示出來 代表什麼 代表這裡有沒有 就是有壓力啦 把原整肅關卡 所以不能貼死喔 好 果不其然 隔天 最高衝到100 05.5元 就開高走低啦 有沒有 100塊就是回檔啊 當天收盤97.6嘛 所以 還好 你有每天看老師的節目 就不會去追在 揚明100塊之上嘛 那這裡呢 開始怎樣做回檔 這禮拜三 額200嘛 87.9 我們說 然後再來呢 會回撤月線 那月線這裡啊 反而是買點喔 好 那 昨天的時候呢 他呢 開跌離板 盤中往上衝 送到平盤之上喔 我們昨天 7.9點到這裡喔 8點半 昨天漲8點半 請會們這樣 分批做佈局 那我們今天一大早的時候呢 看一下喔 這裡 82塊多啦 就請全國會員 這一黨揚明 先做過例做檢碼 就這樣喔 低進高出來回做操作 目前的磐絲架構就是如此 你要做多 只有這樣才賺得到錢 而怎樣 快很準喔 因為 盤氏目前為止 真的是 疫情干擾嘛 那另外呢 第二季來看的話 他也是報稅的時間 那 電子股 接下來還有什麼 還有財報的考驗嘛 所以基本上 五月份 他的整個架構上 算是相對弱勢嘛 所以我也跟他提醒到說 五月份 如果你跟著老師 你會繼續賺 會做繼續賺 但是呢 如果說 你不會操作的人 這裡絕對是高手盤 一萬七千點之上 絕對是高手盤 記不記得 我一直在提醒大家對不對 果不其然啊 你看喔 光半個月時間 整個大盤呢 大底2500多點 踩開明明罵罵 好 那雅敏這個地方 今天開高 衝上去 我們獲利調節喔 低進 高出 拉回獲利 那我昨天也講說啊 以雅敏而言 目前拉回喔 是怎樣 做籌碼的清洗 5月11號 融資減了一萬一千多張 5月12號 融資再減了七千多張 那昨天呢 融資再減5300多張 之前很多人最高對不對 啊結果呢 這一波殺下來 很多小牌 就被抬出去了 是不是很可惜 對不對 當時 我說一百塊這裡絕對不能追嘛 拉回才能買對不對 啊果然拉回了啊 好 那目前為止 回到月線這裡喔 那我們說 一百塊你想拼命追 難道七一幾塊的時候呢 拼命砍 這樣怎麼會賺錢 對不對 一百塊的時候 哇 讓他拼命砍好 趕快追啊 利多一大堆啦 然後殺下來之後 真的是砍砍砍 就是反而怎樣 操作上去追高 殺定了密誤 好 那這一檔亞民怎麼看呢 壓尾之後 我剛剛提到 除了像台積電之外 是未來政策會互盤的股票 那他五六月啊 也是什麼 政策 如果這波疫情變得更嚴重的話 那需要互盤的話 他也是一檔 政府會選擇的互盤標的 為什麼呢 因為 他本身就是光股嘛 各位了解嗎 那另外呢 政府要護 也要護有基本面的啊 台積電是不是 這個什麼 護國神山 基本面也不錯啊 那另外呢 雅米來看的話 金人的獲利 光是第一季就賺了七塊多了嘛 那我們說 不用像外界所預估的 賺二幾塊EPS 我們打對折好了 EPS 比如說14.5塊的話 那以目前的股價水準來看 其實本益比 已經修正到 就六七倍而已哦 這樣各位了解嗎 所以基本上 他是一檔怎樣 相對上有本質 而且怎樣跟政府有關鍵的股票嘛 所以目前正在洗融資 那 殺下來之後 我認為 一樣會做彈生啊 只是目前的盤勢架構 我說只有短線 暫時短線支持 不要先想破斷 因為目前為止 疫情 變得更嚴重了嘛 不像之前對不對 台灣怎樣 就是 零嘛 本土零嘛 那現在呢 已經增加到 29例了齁 這個需要重視齁 好 所以揚敏部分 再看看 你看 昨天像3545的敦勢 是不是做 反韓 我跟你說什麼 昨天沒有在破第一點對不對 但是呢 雖然昨天拉尾盤 但是處在月線 跟季線之間的整理 都事先預告哦 來看一下 今天的敦勢 最高價 184.5 就是剛好碰到這條 藍色的線 看到沒有 叫月線 碰到月線 反壓 就回頭 有沒有 都事先預告 齁 開高走低 對不對 開高走低 這昨天預告在線的股票嘛 月線 跟季線 中間的整理 吞探 那今天表現就如此啊 碰到月線就下來了 吞探部分 我完全預告 完全命中 好 再來 像佳麟 我們也說 昨天是屬於什麼 破底反彈嘛 股價腰斬之後的破底反彈 但是呢 往上一看的話 上面月線 還是成為壓力嘛 因為月線下彎了嘛 季線也下彎了嘛 所以月線 將成為第一道的壓力線 那今天他同樣 開高走低 看到沒有 所以我就說嘛 今天大盤漲100多點 但是呢 會不會做差很多 很多都喊救命的 所以我不得不跟他講說 持股 調整很重要 真的 可以幫助到大家 好不好 不要拖 拖越久 對你越不利 來 再來看 這交零部分 好 建側 主要講什麼 利空側撐嘛 那手穩之後強彈 這裡 2022低點 2022低點 來 今天呢 他表現相對強勢很多 來看一下 這個建設部分 直接衝掌金盤 開高走高 來 相對強勢啦 因為怎樣 他的下檔有沒有 打下來 打下來這裡相對有量嘛 這個量都比這邊還大 對不對 比這個 還大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 這裡地方 我認為他 手穩200塊的機會就很大嘛 那今天又跟長紅 行的什麼呢 叫做三揚開探 第一檔三揚開探 但注意啊 往上一看 這什麼 半連線 還有季線 都在這附近 兩百八的上岸附近 代表什麼 頭上三條線 所以 三條線在這裡 再往上彈 再往上漲 這裡會不會一次過去啊 會不會 我認為是有困難的 三條線啊 頭上三條線啊 各位了解嗎 所以這一檔建設 今天即便怎樣 公道掌平板 那往上彈 來到這個地方 我在短線上有沒有 強反的人也要該獲利拔檔 那如果你套在高檔的人 也要注意一下喔 這裡要四多做解碼 因為目前為止喔 他還處在個區間震盪裡面 202 我認為這個地方資深很強 但是這裡280附近有沒有 這壓力很重 所以四個什麼 低近高出 高出再低近喔 這是建設部分 再來看 我們上禮拜四 盤中 大盤下跌的時候 請全國會員買進這一檔 3037的新興有沒有 新興點燈嘛 這上禮拜四 現買現賺 還差1幣幣漲停板喔 上禮拜五 母親節 他要過高 這禮拜一 一大早 9點鐘 我請全國會員把這一檔 3037的新興 全速獲利落蛋 賣掉之後 盤就開始大跌 開始起跌 這是功利啦 我要市場30多年了喔 很多的粉絲 很多老會員都知道齁 對不對 我們的操作是 不一樣齁 來 賣掉之後 果然回檔了齁 再來 南地 禮拜二 跟他預告有沒有 我們帶全國會員買進這一檔 南霸天 獲利很好 第一季 那買完之後的隔天呢 哇不得了 馬上急衝啊 差一命命要漲停板啊 那這時候我們怎麼做 這一檔來罵天 南地 我們公開講嘛 獲利出一半 先利不外之地喔 這是禮拜三 再來呢 昨天 昨天 這雙新高 155塊這裡有沒有 差一命命要漲停板 我們昨天5月13號 有沒有公開講 2108南地 南霸天 獲利出清 看到沒有 有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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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獲利 你看喔 今天 南地 跟昨天南地 差在哪裡 來看一下 這就是操作的工具 有沒有 我們昨天公開講 這個白紙紅字 有沒有寫得很清楚 就是一檔獲利多貸啊 所以大盤大跌 2500點 我們全國會 依然在賺錢啊 對不對 出得漂亮吧 再來 剛講的 昨天 買跌停板 今天獲利做減碼 2609陽明 對不對 就如此喔 那我說過喔 這個地方真的很重要 短線 就像低進高出 跳成滿 這裡短線 比較想破斷 因為疫情的影響嘛 所以呢 會做跟不會做 真的差很多 那更重要的是 很多人 這個時候 哇 盤煞下 下煞2500點 手中的持股 不知道如何處理啊 那老師 好人做到底好不好 幫你幫到底 我利用這兩天 放假時間 可以幫助更多人喔 把你的手中持股 好好做調整 幫你做持股檢視喔 那同樣的 每個人 限定兩檔 你最想知道 最想問的 兩檔 手中持股 請你 順便把 持股的代碼 把它寫下來 方便老師作業 省去我很多時間的話 就可以幫助更多人喔 那另外呢 您的持股成本 持股張數 還有呢 操作資金 連動電話 一檔 把他寫下來喔 寫在哪裡 透過LINE 私訊給老師 好不好 那當然啊 你寫得越完整 老師怎樣 就可以幫助 你幫得更徹底 那當然 你越早來詢問 我們一樣 優先來做回答喔 所以 下禮拜 如何獲利 哇 這個時候真的 學老師協助喔 那我們這禮拜 南地轉 新興轉 陽明轉 一檔一檔轉 請大家 跟上腳步喔 那今天節目 請到這邊 看我們節目之後 別忘記喔 按讚 分享 還有訂閱老師的節目 更重要的是 我們節目前方 直接掃描QR Code Telegram 還有LINE 直接掃描 掃描之後 持股問題 把它寫下來 私訊給老師 我們很快的時間喔 就來幫助大家 解決你手中持股的 易難雜症 那今天節目 進到這邊 感謝你收看 祝大家下禮拜 操作順利 天天大賺 拜拜 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 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